面對痘痘的問題 其實應該也是要 找到自己的生活習慣 到底是有什麼樣子需要改進的 如果經常吃那種油炸的 油炸的 麻辣的 經常吃什麼樣食物容易長痘 確實油炸的 麻辣的 還有你都不喝水的 常常很多人他一整天下來 他根本就沒有在喝水 他可能喝一些果 就是加糖的果汁 或是說他可能喝很多的咖啡 這些基本上他沒有 剛醫生講的水分 他水分的來源又不是好的水 當然你就容易有長這些痘痘的問題 還有就是我覺得 身體起來的時候 可能真的需要好好的休息 你適當的休息可能是非常重要 還有睡眠 你可以吃一點比較紓壓的 比如說像巴勒 奇異果 香蕉 這一種的話 它的維生素C 維生素B群也高 但是它又讓你有一個紓壓的感覺 如果你喝牛奶不會拉肚子的話 一天大概是350cc的 低質牛奶的話 它也可以讓你就是說 水分也足夠 然後又讓你有紓壓的一個感覺 這樣子 而且睡前一杯熱低質牛奶 可以幫助睡眠 對 如果你說真的是 晚上不吃東西 真的睡不著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建議就是 溫豆漿或者是說溫的牛奶 這樣子 好 再來我們看到的 最常見到的臉部問題 第三點是毛孔粗大 當時院長也有說 毛孔粗大隨著這個年齡 是不是越年輕毛孔越粗 還是一般 年輕大才會粗 越老越粗 初期的話是毛孔粗大 到後來的話是被人凹凸不平 包括加皺紋 因為兩條變鬆鬆的 毛孔粗大 根據統計裡面 所有女生的所有的美容 有一份的調查裡面 所有特別注意的是 不管是用斑 痘痘 毛孔粗大 身材回胖 用四大天皇來講 是 其中是毛孔粗大是第一名 是喔 是說女性最在意的嗎 對 為什麼呢 因為女孩子化妝的時候 在補妝的時候 對 我覺得 麻煩喔 對… 妝在補的時候 就馬上講得凹凸不平 心理上就覺得奇怪 一種樂化 毛孔粗 不吃妝 就會不吃妝一直浮浮的 還要填補毛孔 對 而且尤其是 你從早上一直化妝 化到晚上的時候 你一直補 一直很厚 毛孔就會越來越粗 照道理說你補粉應該要很細 可是你就一直越來越粗 變成好厚一層牆這樣 對… 照神毛孔粗大原因有哪些 毛孔粗大是代表 我們在青春期的時候的油脂 一般來講 你的量比較多 所以50%的機會 都會有毛孔很明顯的粗大問題 基本上都是以男生為主軸 可是女孩子的皮膚細細的 女孩子的皮膚細細的 一點點的粗大就很明顯 尤其在化妝的時候 我覺得尤其是T字部位 鼻子的這個地方 對 T字部位 那個如果一粗大起來 那個簡直是不能看 然後就會像蒜頭皮這樣子 那個一顆一顆冒出來的 對 所以粗大的話 應該說是油脂的阻塞 然後它後來就必然是有一點 讓油脂的這個地方分泌 因為你阻塞 所以會撐得把毛孔粗大 毛孔粗大 它的原因是油脂阻塞 是最主要的根本原因的話 我們一定要把油脂 盡量的把它移開 把它粉刺盡量的把它清掉 對 把它清掉 否則你毛孔粗大的比例 那有一個數據 我們的臉頰 臉頰用電腦來測 我們用電腦來測 就是從眉尾下垂 到達鼻部 到達眼尾的外側 這樣畫成一個長方形 如果電腦有一個偵測電腦 顯示出來是300個毛孔粗大 代表正常的 看起來就是不會有毛孔粗大 就是這裡應該是有300個毛孔粗大 就是兩眼到達下垂 這是一個正方形 如果電腦偵測出來是300個毛孔粗大 代表你沒有粗大 如果是500個 300 500以上的 500個以上的話 代表是粗大的 一看就知道 別人看你就毛孔粗大 是的 電腦是看細的 所以關鍵是在這個四方區塊這樣 對 這個等於是一個 這也是最容易出油的地方 對 這個粗大很明顯 如果你是500顆 感覺電腦看起來是500顆粉絲 代表你 你那一看你就知道說毛孔粗大 化妝蓋不住的 毛孔粗大要怎麼樣去處理 因為它這個問題縮小不小 但是 很多人就是用蟹妝碗會比較 會覺得很困擾 那這樣 現在比較流行的毛孔粗大 跟以前最大不一樣是 以前是用所謂的果酸泛霧 可是因為大家陸續都知道 果酸泛霧帶給你皮膚敏感 讓你皮膚脆弱 現在都是毛孔粗大 用飛縮雷射 對 可是飛縮雷射來改良毛孔粗大 它的效率 只有耳雷射的五十分之一 耳雷射這麼好用 你耳雷射的話 只有一點小小的磨皮 就是你這個粗大凹凸不平 我們把它做平均的把它磨平 耳雷射的效果一次是等於 飛縮雷射的五十次 可是耳雷射有一個缺點是 它的修護期最快也要一禮拜 它那個禮拜都是呈現什麼狀況 紅紅嗎 紅紅的 就一整塊 有一點紅紅的 會鹹屁嗎 有可能鹹屁 有可能是會有濕濕的紅紅的現象 所以目前的毛孔粗大 真正要治療是耳雷射來做磨皮 可是多數的人會選擇 所謂的飛縮雷射來縮小毛孔 但是真正你飛縮雷射做的話 你五十次才等於一次的磨皮 但是那些耳雷射比較貴嗎 我們原則上可以剛剛考量說 耳雷射它是一個比較便宜的雷射 它是一個比較 那不管是貴 一個原則 我們可以找一個平衡就是說 你用飛縮雷射來縮小毛孔 你每個禮拜 每三個禮拜做一次 你做了五十次 結果答案還是沒有縮小 那不如就用耳雷射 耳雷射要做幾次 做一次來抵過它五十次 所以時間成本就省很多 所以有一個平衡點就是什麼 用耳雷射打淺的 當作飛縮雷射打淺的就好 不要磨皮 那就改良過來了 叫做精密飛縮 是 你磨皮磨那麼深 那你飛縮雷射只有一點點 那你打一次底過它五十次 那我們就磨 這樣一半就好了 就用一半的磨皮有效 然後休息又短 效益更高 對…找一個平衡 院長我想問一個問題 毛孔出大了 因為那個之前大家都會去做臉 然後有些人講說那個蒸臉的 蒸臉的過 蒸氣會造成毛孔更粗大嗎 不會 不會 你蒸氣的話是暫時性的把它放大 把它軟化好 目的是要把裡面的雜質挑出來 油脂把它挑出來 因為有一些說法是說 不要常常蒸 不要一直蒸 蒸太久 蒸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人體的這種是一個物理性的 所以它會回來 因為說說你蒸的時候毛孔 把它稍微開髒了 你把裡面清掉以後 毛孔就自己合起來了 合起來了 對… 冰敷一下 或者是冷敷一下就回來了 對 好 撿完毛孔出大之後 來看到女性的臉部最常遇到的問題 第四點是黑頭粉刺 黑頭粉刺好像永遠除都除掉 對 吞風吹又生 對 周圍腹食一直長 是啊 你會有這樣困擾嗎 會啊 只要是化妝就會 對 比如說我這個禮拜有化妝 你到禮拜六日一定要除粉刺 要不然它其實就是 其實你看的就是不舒服 就一顆一顆的除脂豆 但是它就是有那種髒髒的感覺 你就會覺得 而且除完粉刺 你會有一種很舒服的感覺 就是有快感 就摸起來好 對 就會覺得豪華的很 因為你都有什麼方法去除粉刺 白頭它藏在裡面有時候 因為頭沒有跑出來 你就亂擠了 所以頭